正值暑期,新北市树林区甘园国中特聘美国矽谷探植中心教师 为小六准备升国艺的新生 进行全美语的生活应用科学体验教学 过程当中,学生结合手作以及城市语言 融入生活当中,借此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OK,我们准备了吗? 5,4,3,2,1 倒数声中,全体学员检视实验性质的教学成果 每一个关卡验证的都是来自于美国执探中心里头 最受欢迎的体验室学习 这一次我们特别安排我们国小学区内 即将升上国期的一个新生 抢先来体验这个生活科技 我们特别邀请到美国矽谷 得到2017年美国施多奖得主的Jim Burhan 他本身在机电整合以及机器人方面的一个课程 非常的受到美国学生的欢迎 为了让小六准备升国艺的学生 在暑期过得充实 甘员国中将外语和生活应用科学结合 开了首届的暑期营队 可以用生活中的物品去做一些好玩的游戏 顺便锻炼脑部比在家玩手机好很多 我觉得甘员国中是一个很棒的学校 可以让所有同学都有机会体验到各式各样的课程 即便无法跟在矽谷一样的教学相提并论 但是美籍教师Jim认为 启发式的教育尤其能够融入生活和手作 有助于孩子未来发展 所以,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love to come and do these kinds of workshops is because all of these students, they don'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technology and yet, in a class like this, we get some really good hands-on work to learn to code, to learn about electronics, to learn about mechanics and putting things together 学生必须要做很多设计、设计、工程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做一些手机的工作 国内知名的创课中心执行总监张玉山教授更表示 生活教育和资讯教育最主要的精神就是素养导向 更符合108课纲教学的目的 今天主要的活动内容是让小朋友透过一个机关滚动的设计 那同时也结合感测器、sensor的控制 那等于把生活科技跟资讯科技做一个结合 那让小朋友透过不断的问题解决里面去发现问题 去发现他的科学原理 那并且应用在合作创造问题解决 相对于都会区教学资源丰富 校长黄淑君多方梅河 为树林地区的学子营造优质的学习环境